欢迎来观战一把小七的杰克 胜率96.37%的杰克 说实话呢 他这个杰克在这个分段 我觉得可以无脑冲 想都不用想 当然这套阵容还不错 而且带三飞轮 其实打杰克是一套不错 且天赋带的很好的一个阵容 因为他的杰克呢强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无脑冲一把 不平 上来第一个点是佣兵 一个护币跳掉 带的是个船 船送落地秒的话 你还别说好像真没人能秒啊 三个人都带飞轮 然后这边祭司有洞 古董上有棍 桥香石有香水 抓佣兵 佣兵的护币好玩 我最讨厌这种杰克了 因为我玩佣兵的时候 杰克追我我很烦 他有双刀能力 然后你不交护币呢 感觉要吃他的误刃 他这边打一刀还走了 宝瓶别救 真的你们玩佣兵呢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杰克 一刀 有好的 最讨厌这种杰克 就追着一个佣兵不放 有的时候击倒了还不惯 就刀带走 好了游戏到这边基本上已经是打开他的局面了 打到了一个属于杰克自己的节奏点了 因为佣兵这边只剩一个护币 且佣兵的状态不好 佣兵救不了人 他救人就是个双刀 佣兵其实这时候 只能去找队友补状态了 他不补状态 其他人不一定就能救得下来的 而且佣兵救下来没有博命 这刀误刃 哇塞 这刀误刃 还好 你别说这刀误刃是有可能打在祭司身上面的 我刚看不到 这里的话找到佣兵 有传送的 先把大洞给打了 两秒钟误刃 佣兵这边跳呼臂过去 应该也是一个过半 误刃有了 妈 打一刀 好 佣兵倒地 那边强尸救人 强尸那边过半 他不想救 其实这个时候救会比较好一点 卡雪条 好了 那这时候杰克过来怎么办呢 香水放 你这香水放的CD时间 我这边杰克误刃快好了呀 三秒钟误刃 误刃 有了 再打 飞轮 救下来 古董商 这边 哎呦 开始嗅起来 骚起来了 这一刀打 条香尸呢 其实是不好 其实在节奏上面是吃亏的 他应该 因为这古董商是个挂飞 讲道理 这个条香尸是不能打的 你看现在打完以后 等于说一个新挂 然后这古董商 你不一定能秒了他 这古董商戴飞轮满棍的 当然因为 他的杰克强啊 所以说可以这么打 但是如果说我们 自己观众遇到这种局 一定是死抓 这古董商的 死抓古董商 绝对正确 你挂这个条香尸 记得这个条香尸 那得看你操作 和你的大局观 能不能压得住 又来 两个人过来 古董商有飞轮 祭司有斗 一棍 三个人 这刀无人不随便甩 甩谁不能中啊 摇晃起来了 晃动起来了 你看 这种就明显 就是已经打出了 巨大优势以后 骚起来了 不要学他 三二一 走 这地窖 还没修出来呢 傭兵 傭兵核心问题 他要救 他得现在去救 他等十秒钟以后 无人好了 又救不下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上来给大家讲到 就是我玩傭兵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种捷克 你知道吧 就很烦 他也不抓你 他也不挂你 他也可能不击倒你 就骗你的护臂 把你的护臂给耗了 然后说不定打你一下 然后传送走了 你知道吧 路人局 你又很难去交流 你很难说跟队友 说去补状态什么的 特别有的大徒 传送过来 找到调师 完成一个四传 红光片 红光片 红光 有个飞轮 直接投降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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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漂亮 作为观众来讲 很精彩 但是如果说大家想把这局当做教学局的话 这局很多点都是不能学习的 是什么的 我们下山也讨论了 我们下山也论了 我们下山也论了 我们下山也论了